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民厨江振臣突然宣布要在明年结束在新加坡的餐厅restaurant tanger引发关注,今天11日他受访时提到他要回到台湾专注在故乡的美味上,并且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年轻人互动,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去。 综合媒体报道,江振臣表示结束餐厅退还米其林二星的动作,虽然有些朋友觉得这样很可惜,但他只想单纯的做菜,即使restaurant tanger目前很好,但他仍想尝试做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些和米其林没有太大关系,他要求未来台湾米其林上路后,也不要把他在台湾的餐厅捞列入评比。 对于未来的人生发展,江振臣提到,主厨应该要有能力为社会带来更多影响力,他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场合与年轻人互动,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分享给新一代,他表示,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也会比以前做得更好。 日前江振臣受访时曾提到,台湾的料理总是被低估,他要回到台湾专注在故乡的美味,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身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台湾做出能够真正定义我们这一代台湾味的东西。